又一家以古厝改建成的餐廳 這家店標榜友善料理 就是挑選最當季食材 且通常是對大自然友善不破壞的方式載種出 再做出順應天地的原味好料 這裡的餐價格每人500元 是以蔬食為主的野菜料理 幾乎當天才會知道店家會出什麼菜 最先上桌的是沙拉 有紅辛巴勒馬鈴薯魚綜合野菜等 特別的是沒有醬汁 僅以調味過的綠豆粉來提味 吃起來鹹甜清香 再來是一整套的餐點 有主食、配菜、主菜、湯品 與開胃小菜等等 這道是將山藥炸過在烤酥冰油 淋上山藥泥吃起來酥脆帶滑 這道則是炸碧瓜球裡面包有麻糬 應該沒有另外加糖 吃的是碧瓜原始的甜味五芬芳 雖然說餐以蔬食為主店家還是另外提供可單點的肉類 像這天就吃到了水蒸一夜乾 雖然這魚的細刺不少 但慢慢品味還是嘗得出細嫩與鮮美 最後還配了個好吃的甜點 總結這裡的料理貼近日式風味爽口不油膩調味清爽 而這樣預約制的無菜單料理餐廳 給顧客的感受就像小孩回家的媽媽上菜一樣 有期待感又有溫馨的家常氣息 中新聞台南報導